這已經 已經5次了 1 2 3 4 第七次 等下歸零 1 這邊把它清掉 可以平分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了 好 跳到這裡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i count 應該是 這裡 那判斷的位置應該是 for i 等於 1 到 這個 6 所以 要 把 所以要每一次都 對這邊還沒 nest 還在跑 那等於是最後的話 i count 應該要 6 5 次才對 沒錯 所以最後的話呢 那會跳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0 平均為25 不及格次數為5 OK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 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多了一個 不及格次數 那變成說 在回圈裡面又有一個 if 有一個if的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他的成績是小於60 那當然如果你要判斷是否及格的話 就顛倒過來就好了 顛倒過來就好了 現在 我從來就要 小人 我總是看不方便 有一個人